我们今天带您来关心的是 郁熊掌到底能不能兼得呢 有没有可能即将通膨 又抗经济衰退 有这个可能吗 刚我们讨论的是 通膨和衰退的角力战 到底有没有可能双赢 还是谁会输呢 那么紧接着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是大腕也在进行多空大PK 又谁会赢呢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 来宾邀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 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邀请到万保投务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好 说到大腕的多空PK 我们再回到主题版 其实不只是在航运身上 有台华和花旗在PK 在特斯拉身上 有木头姐和查诺斯的大PK 我们先来谈航运 航运的多头 大家都在看台华做什么动作 结果台华这时候进场去抄底了 不只台华进场抄底 而且连中环也进去买 但花旗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一篇报告 看得非常空 花旗大砍长荣目标价 观众朋友你没有看错 它的目标价是从160砍到70 那是已经比打五折还惨 是打了四五折 花旗这时候针对长荣 扬名的目标价大砍 而且针对长荣大砍砍了四五折 打四五折 但人家台华以及中环继续抄底 所以大腕的多空大PK谁会赢呢 好 先看一下 今天这个叠深的货桂轮开始缓攻 不过虽然长荣 扬名今天涨的话 我们看2603的这个K线 看今天的K线 其实十字线 留了上一线 十字线就是多空对决 所以我们看一下 现在就大腕人在对决 对 对决 那因为马斯基这个市井之后 花旗就把这个目标价 长荣砍到了70 扬名 160砍到70 对 扬名的话是16 但是这个礼拜开始 包括台华买了这个扬名3000张 中环买了长荣3620张 所以大咖出手抄底 好 我来听请观众朋友 到底台华的成本平均成本买多少 人家是买在三位数的 台华是买在109.37在扬名身上 那中环是买在104.72 人家是买在三位数 人家三位数敢买 不过我特别说明一下 他们小套了 我们的规定是说你买一档股票 超过台币3亿的话 必须对外公告 那你来看一下 这个台华买 阳明他买了3000张 超过了这个3亿 但是他是在20到23 就是这个礼拜 有时候我买买买 我可能买好几个月 达到3亿的门槛 我才对外公告 但是他是一个礼拜的这几天 就砸了3亿 对 那你看中环一样 中环上一波灾 6月16号的时候就132 买了2783 显然是看好要除息 但没想到套住 套住的话 通常两个环一码 一个丢起来 人家摊平 对 摊平 而且你注意看 时间点是20到23 而且是这个礼拜 他越买越多 他上次2780 这次买3620 加起来6400张的 买了6000多张 那这一次均加在104.72 所以换句话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都大手笔 在这个礼拜买了数千张 但买的成本都在三位数以上 也都小套了 对 那因为前两天 我们已经把空光的理由 都讲得很多了 现在我们转成了这个多方 我们来陈述他的一个理由 为什么我们就讲 最懂航运的男人 就台湾头共的严董 现在有人讲说 台湾的波克夏 他之前 就这一批之前 他也买扬明 他买的成本是115 当时他讲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他说我成本是115的扬明 扬明到今年2022年的年底 禁止就会在120以上 所以我不会赔 所以他的逻辑就是 跌破禁止可以买 对 好 但是我们讲到年底太狠了 我们就讲这一季 好 这一季度 那第一季的话 扬明的禁止是84.17 第二季因为他没有什么资本支出 所以这一季EPS应该15块 我们再把15块加进去的话 就已经快100 第二季 观众有个概念 就半年报的美股净值 已经接近100 但昨天收盘96.2 所以已经破禁止了 对 那我们看长龙 第一季的话是82.5的禁止 那估计第二季的禁止 大概也接近在100 昨天是96.1 所以第一个理由 股价第一禁止 当然观众会挑战我说 股价第一禁止的股票很多 永远都不会上来 但是他是赚钱的 很赚钱的 不要比那个什么 辉准公司 辉准公司股价第一禁止 那一辈子都第一禁止 但是他是赚钱的 他是赚钱的公司 好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台华和中环 赶在这时候抄底呢 股贵轮还是很赚 现在我们看一下现货 远东到美西大概7000 那到欧洲的话1万 那这个货柜行商的话 他每个货柜假如是1500到2500的话 他就开始赚 那有人这个礼拜为什么跌那么多 就是说大家讲说 那个现货跌得很多 倒挂嘛 我们也讲过倒挂嘛 现货和常约倒挂 那今天礼拜五公布出来 这个礼拜的SEFI 还在跌 是跌的没错 只有跌0.14% 那蔡总有一件事我听不懂 也看不太明白 就是我们都会看马士忌的说法 因为他是市场上的龙头 马士忌不是才刚说 他说马上就要翻转了 就要触顶了 可能在8月 8月就会看到触顶防转 所以速度可能来得很快 他明明说了一个偏空的言论 怎么今天我看到媒体马士忌又说 海运公司呢 今年的获利会创新高 这中间有没有矛盾 其实他是市井 我觉得他的市井是有点打亿黄针 万一八九页 美国的这个消费需求不如一起的时候 价格掉下来 我觉得他打亿黄针 但是他今天又讲说成本上升 所以我们那个印价下不来 所以他还是赚钱 其实挺矛盾的 有时候话就是要讲两边 总有一边会对 马士忌做过分析师吗 好 那我们来看货柜厂商今年还是喊赚 对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现象 假如说航安来的就是这些货柜的大公司 他假如看景气是拐点的话 何必要砸大钱再买新船呢 这个就好 这个就矛盾 我们来举例子 现在第一大其实不是马士忌 而是地中海 地中海你看近22个月买了207艘 什么样 它的运力是78.1Q 等于是韩国的HMM 韩国那一家最大的货柜轮 整个地中海最近两年左右就买了 最近两年买的船 等于是一家韩国商船 这么大的规模 日前订了20艘的LNG 前两个月又砸了24.8亿 也买了20 这是两次 就是有个球那种在天然气那种船 液化天然气 现在很汤 所以他又这样 只要高于市场的价格 我看到船就收 比如从美国船舶公司那里花了3亿 收了5艘 从南韩的长井三船 花了3.5亿的买4艘 这个最夸张 韩国这一家长井三船 听说是二手的 沿海船舶市场也有投资客 他先把这4艘 转手卖给了地中海赚了7倍 赚了7倍 所以这些难道都是 还有一个第三大的达辉 也最近买了4艘 我们长河也买了不少船 我们长河不是有个巨无霸材 即将要交船吗 一共他第12艘 现在陆陆续续交船了 这一艘最新的画面这一艘的话 是中国的船舶公司建造的 我长河定的 对 中国的媒体还光这个新闻 前一两天还大起来说 造造了这个2.4万Q 多厉害多厉害 但是真正造出来是谁在用 是我们长河在用 长河才是真正的一个船东 所以难道这些公司 都是打败的吗 明明景景会不好了 我还是弄那么多新船 而且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讲说 这个建造新船过了两三年交船 那时候搞不好共过一球 但是你看一下 现在通膨 本来要报废的旧船 把它出租 因为通膨的时候 你所有的成本增加 报废的船还租得出去 我们就挤阳明 阳明本来要淘汰的租给马世纪 一年的租业可以赚近10亿 10亿美金 这个就炼金数码 所以其实就某个程度来讲 我的看法是说 硬价有可能会跌一点 但怎么样跌下来 货柜三雄这些货柜轮 他赚的钱还是一个天文数字 只是说你刚开始疫情太高了 现在掉一点 那花旗降目标价的那个理由 怎么解释呢 因为他说经济会衰退 他赌经济衰退 那个就是common sense 因为前几天 连我们节目都讲了N遍 但是23号就是报告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花旗 有没有大卖长龙 其实他是买超的 他23号出一个 长龙目标价70的报告 我们资料调出来 你可以看 这是买超的新的办法 不是 这个有时候写报告跟负责金 那这个经管会不是通常要找他麻烦吗 所以你心口不一 不能只因为台积电 心口不一就找他麻烦 长龙有心口不一就不找他麻烦 我觉得今晚会也要一视同仁 不然好像只维护护国神圣 我们回到来讲 这个最近这个礼拜的确 这个航运跌得很凶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要除息了 对 那我们政教所还好意的提醒大家 要除息的前六个交易日 就给你假除息 发现你的融资担保率不太够的话 就逼你补钱 对 有的人就不补了 就气息了 所以今年气息为什么那么多 断头断下来 真正跌应该是这个原因 你来看一下 这个是长龙 就集中在这个地方 融资维护率掉下来 120几%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参加除息 你要注意这件事 比如说像今天阳明 是收在98.3 那他礼拜一就要除息了 他配多少钱 他配20块 20块 好 所以礼拜应该是78.3 其实在6天前 营业员还不确定 你会不会参加除息的时候 他就已经用 可能他就用类似像这样的计算 他用当天的收盘价 假设他用78.3 他就跟你算 用78.3的话 来 王大同 你的维持率已经跌破130了 你要补钱了 他是用除息之后的那个价钱 去帮你算维持率 但其实你搞不好不参加除息 但他不管你 他就假装当作你要参加除息 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 就在让我卖掉 对 所以出现了一个 可以说这几年从来没有看 假除息 没有看过 因为这次洗太大 我们直接看2603的长龙 下面放融资鱼儿 你看融资鱼儿怎么样降的话 你会感觉不出来 好 我换成了这个月6月 因为货归三雄就杀在6月 所以很多人可能是因为 音乐人叫他补钱 他干脆卖掉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月长龙的融资 一共减掉了多少 减掉了7万7千张 7万7千张 这个月都还没有结束 就是因为融资维持力不够 假除息 但是他不是真的不够 他是假的不够 但是观众还没有感觉 我告诉你 这个长龙现在的鱼儿是14万张 14万张 他这两年的最高点 就200多块的时候 融资最高是34万张 现在是14万张 降了多少 降了20万张 我这几年没有看过一档股票 可以降到20万张的融资率 那蔡总你怎么建议航运 现在怎么操作 就是他很赚钱 可是他现在筹码出了问题 对 那我觉得现在是症痛期 但是我前两天也讲一个概念 这个波段里面中原海控 做一样生意的 他跌13% 长龙跌了35 6% 所以他多跌了20% 有点跌过头 跌20%是什么概念 把他的那个殖利率 那个席先把它除掉了 他扬明就是那个两成 20% 长龙大概18% 提前除掉 所以除非整个股市 还是很不安定 股市又破底 那我就没话讲 股市假如可以稳定 或者相对的稳定的话 长龙跟扬明 会除息之后会大伤 所以你建议是除息前买呢 因为扬明已经不能了 但是长龙还可以 对不对 长龙下个礼拜三才除息 你是建议除息前买 还是除息后 我觉得除息前就 因为融资已经减那么多 除息前可以买一半 除息后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再来加买一半 你做上长龙对不对 礼拜三除息 那你下个礼拜一或礼拜二 你可以先买一部分 那等到长龙礼拜三除息的时候 你再买 对 今天其实那个投信的操作 投信这一波一直都在卖长龙 今天已经有点买了 所以他也是用这个逻辑 对 用这个逻辑 所以下周就是航运的 大家非常关注的出息日了 所以礼拜一是扬明除息 礼拜三是长龙除息 下周航运有机会在除息之后 往上动吗 各位怎么看 请举拍 来 我们看到 三票圈 一票差 朱老师 这么便宜还这么赚钱 为什么 不参加除息我们可以理解 除息完价格下来 你还不接 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了 明明就未来都还是告诉你 都是赚钱的 回到台北近日最终 再见已经是6月24号了 那么在扣掉礼拜六 礼拜天其实投信 如果记底要好好的 做一个成绩单的话 只剩下最后四天交易月了 最后四天他会怎么拼呢 我们很想知道他会不会放手一搏呢 生计绿能 是不是他们放手一搏的主要标的 再见 我们看到中兴电和中天工掌停 所以荣絮带我们来看 这四天要拼一下吗 怎么也要拼一下吧 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有一些跌得比较深的 比如说像友达 融资大减之后 投信今天买了 那再来的话他买长龙 买阳明 这个阳明他已经买一段时间了 待会我再讲 那也有买一些小型的股票 比如说像台半金像店 但是我们在看他今天 卖的是什么样的股票 大家没有发现 这一档股票是过去这几天 投信买最多的股票 所以他买多的如果 买多他如果拉不上去 他就是反手卖了 对 他就反手卖了 还有新唐也是过去他喜欢的 那过去他喜欢长龙航 文业 这个都是最近 投信买很多的股票 但是开始又反手 但我想他最后四天 可能会买小的吧 因为小的比较拉得动 对 但是买小 不会去买连链这种大的 菁姐是这样 他买小的他也要考虑到 他拉上去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卖压 所以他会挑的 应该是上档卖压比较小的 而不会去推那种 上档卖压很大的 他会挑谁呢 我们再来看公格 他会不会挑生机绿能股 这个很有可能 上个礼拜我就讲过 因为他们上档比较没有压力 虽然短线长得比较多 但是上档乌压总比上档 套牢卖压很多好吧 总比拉上来给人家卖好吧 那当然 所以投信也不是弄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些股票 他一直在买 药花药都已经涨这么多 他一直在买 甚至现在这种股票 他买不太敢买了 现在买到合一去 合一因为他股价相对位置比较低 而且刚刚突破这个季线 下降的压力线 今年也有很多的一个新要 有机会传出好消息的一个题材 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 投信就往这些比较轻 然后他拉得动 上面比较没有套牢筹码的股票 荣旭你看我们能不能搭投信的轿子 就短线长 这四天我们也做一下轿子 可不可以 我认为是可以 但是这种位置比较高的 我就不建议追 因为他也有可能就是高档他就卖了 获利了解 对 相对位置比较低的我认为是可以的 比如说像是这种 这个太阳能相关的股票 或者是风力发电的股票 中心电 对 因为这个安吉 它是位置相比较低 所以这个上来的时候 遇到月线跟季线的压力比较大 我认为不太会是 投信硬拉的一个对象 但是像上尾或者是中心电 这个就比较有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上尾好不好 3708的上尾 如果我们要搭投信最后这四天 因为上尾的一个投信之前买 其实都没有怎么卖 因为它下跌年线跟季线没有破 所以今天一根长红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又几乎收复 所有短中长期均线 所以变成它的上档的一个压力 面临的就不会那么大 我们再看中心电的一个股价 其实也是类似如此 你看这一波也是 拉回来到这个地方 月季线守租之后 一根红棒又收回所有均线 所以这种股票它要拉 做绩效就比较好做 好 那有没有它会猜心的 我们要注意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先看杨敏虽然最近买很多 但是大家要留意就是说 因为它最近买很多 其实它是被套的 对不对 除了今天买的有赚 可能今天买的小赚之外 其他前面的你看买这么多 都是套的 所以这种股票你要说 投信要再硬拉上去 这种拉得动的可能性有多高 有时候我们要跟投信 很多人喜欢跟投信 但是你跟投信你口袋要够深 人家投信钱是很多 它可以这样一直跌一直买 如果你口袋没有够深 我认为不能跟 第二个投信 这个投信你敢爱敢恨 投信买的时候很用力 但卖的时候也是像封的一样 所以如果你跟投信你只跟买 然后你不跟卖 那事情就很大条 所以这些是投信有可能 转卖 结账的 对 你看连电买买买 今天突然卖 今天突然卖 对 他如果连续卖 表示他不完 那连发贵也要小心 连发贵你看也是 因为他为什么会去买这两档股票 认为他有一个除息的行情 连席的行情 但后来发现没有 失望了 没有 因为台西店就没有 贏账有 所以后来本来都抗跌了 本来都抗跌了 很多投信 投信我买 投信我买 跟进去 现在是 像猩猩这种 鱼路不要... 买到破底了 再买 跟大家报告 现在就是比较怕这种 投信买了之后开始转卖 投信前面很爱 后来转卖 投信前面很爱 后来转卖 下去之后股价都是直线往下 所以我就比较担心这一点 所以现在跟投信的单 你还是真的要小心一点 好 也要懂得下车 好 我们回来看 通膨和经济衰退的拔河 刚谈到大腕也在打PK 在航运身上 我看到台华跟花旗的PK 那么在特斯拉身上 我们看到木头姐和查诺斯的P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其实木头姐已经是连续七次加仓 特斯拉了 趁着股价大跌 木头姐进去抄底 但查诺斯还在放空 还继续在空 所以到底会谁赢呢 但特斯拉这时候是传出坏消息 传出什么坏消息呢 传出说他可能他的现金周转出了问题 再加上他的上海厂 竟然传出要停产两周 当然特斯拉给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我为什么上海厂要停产呢 因为我要升级设备 但市场显然不太相信 老师 我们先看到这个多空拔河 我们看到木头姐也就是女股神伍德 她其实5月份就已经大买 5月份已经买了四万五千股的特斯拉股脚 显然5月份市场不好 但是6月份继续加码 刚阿关讲到光6月份 他其实买了七次 而且注意 这只是统计到6月16 今天24了 他接下来有没有继续买 很有可能 因为这段时间 特斯拉股价真的表现 比每一股其他股都表现非常好 但是就有人跟他唱反调 我们看到这个查诺斯 他是美国很有名的大空投 他就出来讲了 你们这些人会看好特斯拉 基本上就是做一个梦而已 都觉得他以后会多赚钱 多赚钱 你看看特斯拉老板马斯克 自己怎么说的 他第一个说 我们车子里面内建的这个 螢幕的这个浏览器 跟5年前的iPad比起来 都比5年前的iPad还要烂 你什么时候看过有老板 自己说自己的产品糟糕的 好 再来还有一个更大问题 当然就是自驾 他一直想要做全自驾 可是显然的 现在一直出包 一直出包 距离真正的全自驾还差很 每个高速公路有一个调查报告 还显示大部分自驾出包的 都是特斯拉的车 真的 因为他每次都吹牛他们多厉害 你的这个user都相信 交通事故很多 对 事件就有一大堆 所以连马斯克自己说 如果我全自驾坐不出来 我的特斯拉价值基本上是零 老板自己说自己说是没够等 你去怎么找这种老板 好 这种两方多空 谁对谁错的 我们就往下看 好 刚好阿官也讲到 特斯拉的上海厂又要 突然传出停产 对 说7月份的前两周 他们要停产 阿官说 说要升级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4月份因为中国封城没话说 5月份已经开始回复生产了 可是你看到 他原本其实在5月份 就希望把上海厂拉到 每周生产2.2万辆 可是到6月份实际上只有1.7万辆 距离原本的目标差很多 所以导致他整个第二季的产能 只有比第一季 可能要整整少1 3分之1以上 好 所以特斯拉的官网自己说 来 澳洲的客户 如果你要订Model Y 真不好意思 明年第一季交车 欧洲是今年第四季交车 就连中国本地的人 订了特斯拉的车子都最快 也要10周以上才能够交车 好 那问题就来了 这时候你不赶着生产 对啊 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我说实在 你看他的德州厂也出问题 他的柏林厂出问题 他要升级去那边升级 他上海还有第二厂 他要升级在上海升级 他要赶快在这个地方 唯一可以生产的厂 还不认真生产 没错 特斯拉前几天自己来讲 他的德州厂跟德国厂 都在烧钱 为什么 因为零件补不上去 他没有办法生产 这只有上海厂 还可以维持正常生产的话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升级 不是应该去升级那些厂吗 对 不是应该升级 德国厂因为是新的没话说 升级一定是旧的 那你加州厂为什么不升级 对啊 这不是很奇怪吗 唯一现在能够生产的 就上海厂了 对 那你偏偏正在紧急 客户都delay了那么多订单 你偏偏在这时候又停工 怎么想也不对 而且之前封城不能生产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利用那时候来生产 所以怎么想都让人家不对吗 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来 我们看到特斯拉这几天 媒体出了一个报告说 他的财报其实有个数字 非常的漂亮 告诉你 他的现金循环周期 居然是-15天 我们先跟大家解释 什么叫现金循环周期 简单来说我们做生意是不是 我有要付的钱跟要收的钱 我们都希望怎么样 要付的钱越慢越好 要收的钱越快越好 但是现实上当然不可能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 在丰田的部分是31天 福斯是74天 简单来说就是就Toyota来说 我收到的钱跟我付出去的钱 我付出去我比较快付钱 可是我收到的钱要慢31天 但是特斯拉居然是付15天 付15天意思就是说 我很快钱就收进来 但是我要付出去的钱慢慢付 听起来好像特斯拉这样子很棒 对不对 可是出现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付的钱会这么慢 是不是你根本就没钱付 如果你的问题是你根本没钱付 所以你会质疑为什么会出现付15天 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的现金其实可能会不够 对 如果单纯来看付15天 当然是好事情 可是对应到你刚刚前面的 你一堆厂都没有办法交货 你没有交货你当然没钱 对不对 你是要交货 你才有钱进来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钱的情况 我懂 他是靠着预收款来周转的 可是预收款是定金 你不是全额 对 他靠预收款来周转 那问题是你现在交不出车的情况之下 你不见得收得到预收款 或收得到投款 那如果这个前面的这笔钱收不到 那你过去透过这个 付15天来周转的循环 就会出状况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就不要把那么讲到复杂 就是你很可能就缺货 缺货的问题就是 你根本就是交货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一环扣一环 所以表面上你看到媒体 都称赞它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对 老师怎么看怎么不对 对 我怎么看怎么不对 因为从财务的观点来看 单纯来看是好事情 可是对应到它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事情 那到底这一波特斯拉 木头姐会赢 还是查诺斯会赢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回来谈电动车概念股 所以陈彦 电动车概念股 我们搞不清楚 特斯拉未来是涨还跌的情况之下 怎么操作电动车 其实我觉得不要太在意 特斯拉涨还是跌 我们要在意的是电动车这个产业 未来会不会持续 会不会蓬勃发展 但基本上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即便特斯拉现在有一些状况 但是电动车产业 我觉得会蓬勃发展 所以现阶段来讲 这些电动车的股票 今天好像有一种反 就是那种我要用什么 就是有一种抬头的迹象 刚才差点讲错 讲成回光返照 不是 这就是开始有一些 复苏的迹象 匹齐太来 对 陈宇知道太少 你看这个都是之前 我们在讲电动车的时候 他们当时表现都不错 你看像中兴电 有没有 在我们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他表现都不错的 大雅 华城 康苏 以盛 但是也都有了一波修正 对 都有一波修正 这一波修正过后 其实电动车的产业 大家仔细去思考还是很好的 所以最近的量也出来了 然后价格也上来了 有没有 划成了 你看下周学会长 基本上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兴电这一档 你看好中兴电 这一档过去它在量多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大概在56块到58块 最近一口气 它已经拉到将近54 所以如果下个礼拜 它一下子就突破这里 那表示前面的这个大量 是很强的一个支持量 最近其实投信有进来 然后我去看它的获利 还是不错 一季1块2 将近5块钱 它的这个充电桩 跟它旗下的都督房合作 如果是这样拓展的速度 应该也有机会很快 就攀升上来 回到台湖最重要 皮球压得越扁会不会弹得越高 6月融资大减 而且股价跌得很深的 这些个股会不会是 下周反弹的主角 我们看到友达群创 这些被契入必洗的面板股 在今天出现破底翻了 所以大喜融资 而且股价跌幅 已经很深的股票 下周有多少机会 我们看一下台股在6月份补跌了 今年本来前5个月只有跌7% 但是加上6月 今年跌6% 已经超过了倒数 已经追上倒数 我们的贵买跌了 今年跌21% 也追上超过了韩国股市 甚至是标普 为什么 因为今年以来 融资减了600亿 其中有300亿其中在6月这个月 所以蔡总认为也跌得差不多了 有可能短线要开始缓弹了 尤其我们看一下1519 这个礼拜测试 测试的时候 当时的余额是2145亿 罕见的融资比指数先跌 过去因为散布的融资 是落后指标 所以是要先跌破那个指数 融资才会去杀 但这个礼拜是融资先杀了 比1519还更低 通常是营业员打电话叫人家 对 你看指数的高点 从18619修正了18.5% 但是融资却减了将近30% 融资减幅已经超过大盘的跌幅了 所以在短线上 蔡总认为有酝酿反弹的机会 问题是谈谁 礼拜是融资先杀了 比1519还更低 通常是营业员打电话叫人家 对 你看指数的高点 从18619修正了18.5% 但是融资却减了将近30% 融资减幅已经超过大盘的跌幅了 所以在短线上蔡总认为有酝酿反弹的机会 问题是谈谁 是谈那些融资大协而且股价跌升的吗 我告诉大家 应该是还没有除息的 开始有要反弹的味道 那这里还没有除息的 你看为什么投信今天买超第一名 明知道面板不好 又达7月4号要除息 所以融资已经杀了 所以后面要除息的有机会 那昌隆扬明就下礼拜嘛 这不用多讲 然后呢 像这个大成钢也还没有除息 但是有的已经除息过了 在除息过了 原店除息 华邦店除息 华姓除息 暂时就比较不会很强 但是一旦确定了 因为现在大盘没有办法确定反弹 所以说有反弹的机会 确定了大盘反弹 攻上了一波以后 开始会涨 会轮到这些 对 已经除息过了 所以用这个逻辑去操作 请问您这么说 这件事情 请问您的对签 可疙调 感 kang有落有关 您的感觉 要是可疑 打死的 您的摇摇 知道 所以